今天是全世界基督徒的重要节日圣诞节 对于中国数量可观的基督徒来说 圣诞节也是每年最重要的庆祝活动 不过据一些中国家庭教会传出的消息 圣诞节前夕 中国有关方面正在加强力度 干预家庭教会的圣诞活动 好 详细情况我们就连线 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 圣爱团契牧师徐永海先生 徐先生你好 你好 我们看到有报道说 政府部门在圣诞节来临前 正在解散家庭教会 并要求信徒不要在圣诞节期间聚会等等 请您介绍一下您了解到的情况好吗 另外 您们这个圣爱团契家庭教会 这两天有举行庆祝活动吗 我们这个家庭教会有将近30年历史了 我们年年都有活动 只要我们能有活动的话 我们年年都有活动 我们今天也有活动 今天我们在一起唱诗赞美上帝 纪念耶稣的降生 那么我们看到有消息传 就是说现在官方正在准备解散一些家庭教会 您听到这方面的传闻了吗 不是说是现在才有 而是一直都有 从这个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家庭有了家庭教会之后 年年都有家庭教会受打压被抓的事情 比如说2014年我们这个家庭教会的13个人 因为一起学圣经就被抓到这个看守所里头 按照中国的这个有关这个宗教管理条例 中国有三个有关的宗教管理条例 95年一个 05年一个 最近又出了一个新的 我们这个家庭教会都是非法的 它随时可以按照这个管理条例 随时可以取缔我们 而且圣经在中国也是非法出版物 所有的这个宗教经典都是有正规的书号 佛经 古兰经 唯独圣经 没有书号 也不能够在新华书店里卖 也不能在这个图书馆里有 所以说都是非法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宗教信仰环境是很小的 那么这几天我们看到 中国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些地方当局 以及某些高校发出的通知 严禁党员干部参加平安议 圣诞节的聚会 并将圣诞节视为叫精神鸦片 那您是否了解这方面情况 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在中国这个朋友圈中 这个微信里头 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这个信息 一些人是反对洋教 反对过圣诞节 包括在这个朋友当中 中学同学聚会当中 也有人有这样的观点 认为这是洋教 圣诞节是外国东西 我们中国人应该反对 把他们都驱逐出去 这个东西是否来自官方 我不知道 因为按照这个 当然党员肯定是不能够信教的 不能够参加这个圣诞节活动的 他这个按照这个党章也有规定 党的距离也有 但是普通人 是否说现在有规定 这个普通人不能过圣诞节 那个我不知道 但是普通的有一些人 在中国有一些人很愚昧 他不了解基督教 不了解耶稣 他们从这 从这信中 他就认为这是洋教 排斥 排斥基督教 所以我们还需要 传福音靠送他们 基督教是什么 那么今年十九大举行之前 中国各地政府都全面收紧了 这个中国的基督教会的管理 没有受到官方认可的家庭教会 更是重点的一个管控对象 那么从您目前观察来看 官方目前对家庭教会 究竟是什么样的态度 未来一年 您对包括生爱团契 在内这个家庭教会的发展 您怎么看 是乐观呢 还是悲观呢 您等于说了几个问题 就是中国这个家庭教会 一直受打压 从来就没有说宽松过 应该说您刚刚十九大之后 实际上应该是 我体会是从2014年之后 以前打压呢 只打压家庭教会 对这个官方的教会呢 基本上不打压 应该说是官方的教会呢 是它的依靠对象 但是从2014年之后呢 不仅打压家庭教会 也打压官方的教会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浙江拆这个一些教堂 拆教堂的十字架 您像浙江它拆了将近 两千个教堂的十字架 这个很大面积了 而且这些教会应该大多数 都是这个官方的教会 这就是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只打压家庭教会 现在等于都打压了 好的 当年您说第三种 对未来怎么看 对对未来怎么看 打压越重 我们会坚持下来 不管是经过多么样的打压 我们都会坚持 因为过去在九年代 比现在打压厉害多了 我们都坚持下来 好的我们感谢徐永海先生 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